各位好 我是渝夫 欢迎再度收看选举万岁现场直播 今天我们要来进行一场 统独大战的电脑语音投票 首先针对施明德主席 民进党党主席 那么提出了军马车军论以后 对程水扁的影响是 如果你认为是正面的 那就是该笑 如果是负面的那就该哭 如果是还有待评估的话 那就是哭笑不得 现在就由我渝夫 针对军马车军论 向程水扁提出严厉的咨询 石水扁 你要选这个台北市场 还跑到金门去做秀啊 要拿金马奖啊 拿金马奖 还没有公布 但是我想 只要我选上台北市场的话 下一届的台北市的金马奖 最佳男主角就会我莫属 到时候我还会去金马绕军的 但是这次我到金门去 绝对不是去绕军 也不是去想中共喊他 我主要是向金门的军名说 I'm sorry 我对不起你们 另外我也要去帮一个人擦屁股啦 就是我们当主席啊 他说了一句话以后 引起擦枪走火 还有要牵你条条到金门去铺 我铺命了吗 屁股擦干净了吗 我想要擦金门人的屁股 是世界上最难的 你们想想看 当初中共要打下金门 结果久攻不下 另外美国总统干乃迪 当初也扬言要金马侧军 结果他当上总统之后 还是一样没有办法解决 我阿扁 因为我是一乎当官 二乎莫敌 结果没有想到碰到金门高粱 结果金门高粱 比我阿扁还要辣还要嗆 让我第一次尝到 什么叫做踢到铁板的智慧啦 阿扁真面孔 阿扁 人家说全民进行车 是你的金卫军 台北市的暴力 都是你引起的 对不对 对不对 有那么严重吗 你们看过金卫军 他们都要鹤墙实弹 全民进行车的司机 他们有吗 根本没有嘛 我想这都是我对手 散布一种暴力的谣言 真正挑起暴力气候的 反而是我的对手 你们不要以为 他的竞选走步在和平动路上 他真的和平了吗 他才是真正的暴力的挑起者 他们的电台还要打扁 还有一个打扁时间 要帮我打到扁扁的 这样子是暴力的啦 但是没有关系 我虽然不赞成金马赤金 但是我要呼吁台北市要首先赤金 因为这样子再打下去的话 只会把台北市的选战暴力气息升高 我想我很严重的要呼吁 我的对手 我们一起来好好的签订一个和平写定 我们签订互不清换条约 最好我们是能够以我们两个总部之间的 大安七号公园 作为我们的会议军时期 我们如果有种的话 我们干脆就好好把我们的战力 摆在十二月三号的一天 我们用选票 我们不要用拳头 我们来决定下一届的台北市长到底是谁 好不好 好不好 好 阿咪啊 阿咪啊 兄弟啊 兄弟啊 还要去告来告去的 还告房大厨你在干什么 你在干嘛 干什么 我想我要解释一下 你看有一位对手想要挑起暴力 而另外一位对手想要调言 想要抹黑 然后来打击我 他们两个想要一起来夾杀我 这是我想到多年前我在选台南县长的时候 当初国民党用他们的三派 还有他们的韩派 要来山海夹击 我当初希望能够突破 这个山海夹击的一个腿势 能够移山倒海 结果没想到共败垂成 当初被夹杀出局 多年后的今天 我又再度面临到同样被夹杀的命运 你们看一看 我现在抽到的是三号 而赵少康抽到的是二号 黄大舟抽到的是四号 我不是在报名牌 我只是在说三号正好在 被夹在二号跟四号中间 我阿扁正好被夹杀 请你们忍心看我被夹杀出局吗 你们忍心看我阿扁 被他们两个夹得扁扁的吗 你们希望 你们希望我阿扁 真的又被夹杀出局了吗 冲到台南县 那个时候被夹杀出局的命运吗 你们真的忍心看下去吗 快来救救我 快来救救我 阿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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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请赶快打电话 因为今天受限以这个 电信局时段的关系 所以时间非常短 所以请你赶快打电话进来 那么 我们知道今天的新党 已经向国民党 皇军新党部争取铁票 所以他们有眷村 已经 眷村列车已经开到了台北线的五谷 我们今天有最新的报导 是由自由时报记者替我们报导 自由时报记者请说话 你好 我是自由时报记者薰月红 在这里为您做一个服务 就是新党的眷村列车第一站 到了五谷乡陆关系村 那陆关系村 约有八百户 是 眷户 眷村 那今天许立农在7点40分抵达会场 那么现在会场的气氛如何呢 现场气氛大概有100多位老农民 以及建村的第二代大概20多位 那以目前这个形势在看 他们大概能够影响到的 以上次的县长选举 大概能够提升将近 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票 OK好 请您继续注意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时间已经不多了 其他事情我们请看明天的自由时报 各位我们的统图大战还没有结束 休息一会儿 等一下我们还有统图大战的 VCR可以看 一篇台湾主权独立的声明 一场主张金马策军的记者会 一句打不到五通电话 就可以让中共军事行动 延缓24小时的谈话 这一连串接种发生交互影响的事件 终于无可避免地在今年选举中 引爆了统独战火 并以撩烟之事迅速延烧开来 一发不可收拾 我们人民一个人五通电话 要他24小时内下台退出选举 只要我们不讲台独 中共如果要武力犯台的话 朱高正要挺身党第一颗炮弹 民进党从来不主张放弃金马 事实上在草野三党原本沙盘推演出的 沈市长选战策略中 统独论战并不在预期的范围之内 尤其是意识形态鲜明的新党和民进党 为了避免高举统独旗帜 可能造成中间选民的流失 更是不约而同地在选战出席避谈统独 对此民进党的策略是转移诉求重点 今天他不是选总统 他们选市长选省长这是第一面 我们也用公共政策取向 跟你其他的中国国民党 跟中华新党我们来较量 台湾组前的问题又不是省长的问题在决定 也不是台北市长在决定 你说我们主张统一 我们主张独立 你能够指台北市的家庭改善吗 而新党则十分巧妙地为他们的意识形态做了包装 我们谈的是保卫中华民国 保卫中华民国就是维持现状 这跟统跟毒都没有关联 那么国民党说新党是极统 那民进党说新党是中共的代言 这都是这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 只不过天不同人远 一本预言中共武力犯台的畅销书 一句流传在街头巷尾的台湾变天首都变天而语 逐渐改变了选战气氛 民众对于中共武力犯台的恐惧 以及连带产生对台独主张的疑虑 终于迫使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水扁 打破沉默 决定挑战台湾光复节当天 主动说明他对台湾主权的立场 而这一声枪响 加上第二天民进党主席施明德 一段擦枪走火的金马侧军论 终于无可引爆了 今年选战中的三党大辩论 最大的卖台的就是施明德 对不对 提出这个放弃金马 然后进一步也许要这个 澎湖这个也要撤军 台湾也要非军事化 然后就是拱手把台湾送给老共 他第一步把金马非军事化 第二步就是要把金马拱手让给中共 我抗议 第三步 我想大家都要抗议 第三步 我想他就会要求把台湾非军事化 第四步他就会把台湾拱手让给中共 金马非军事化是民进党的一个 长远的政策跟目标 那么测军的时间环境 以及测军的程序比例 这个可以由整个社会 这个军事的专业大家来研讨 就连行政院长连战也加入战局 与国民党并肩作战 我们深深的认为金马的存在 和相当的这个军事的力量 对台湾还是构成一个屏障 不耻之物 而一天到晚谈变天 变什么天啊 变什么天啊 我要问 是要把中华民国推翻吗 虽然在各方排山倒海而来的攻击之后 民进党主席市民德马上召开记者会 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 但是负命的效应似乎已经无法避免 为了防止情势继续恶化 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水扁 随机走访金门 并采取断然措施 我反对金马撤金 这是很清楚的 我一再来表示 金马不能够撤金 而对于逮捉这个机会 一路追赶陈水扁的赵绍康来说 可以算是好景不长的事 才适合没几天 朱高正一席不用五通电话 就可以延缓中共军事行动的谈话 也同样引发了民众对于新党大中国理念的疑虑 对于朱高正这个新党根本无法完全掌握的独行侠 新党立即采取了明确的危机处理措施 朱高正委员的言论 我觉得跟民进党的金马撤军 有一个最大的不同 就是朱高正委员的言论 是他个人的言论 虽然说这种话 对我来讲 不尽公道 但是我充分体谅 也充分尊重 不过对于国民党来说 两党接连犯错 当然是天助我也 国民党发言人简汉生 在朱高正五通电话风波的第二天 就和新党同步召开记者会 立即左右开工进行双杀 两个互相之间在骂 你是卖台集团 我是卖台集团 结果后来事实地证明了 这两个极端的 都有某种程度的卖台的这个倾向 而先前惨遭围剿的民进党 也不禁喜出望外 因为朱高正的失言 等于给了他们一个脱困解套的大好机会 接连好几天 民进党人士都把炮火集中攻向朱高正及新党 试图转移外界对于金马车军论的注意 大陆要武力解放台湾 这一个政策 朱高正有没有背书 所以我们要求新党 在24小时内应该撇清 本党团呼吁赵超纲委员 他就放弃竞选台北市的市长 回归所谓的祖国 考虑竞选未来的北京市的市长 就这样你骂我我骂你 一个多礼拜下来 金马车军五通电话都成了统图问题 而三党间的激烈争辩也几乎迎没了 很丑陋的一种动作 我也不期待在这个时刻 在做任何陈述 会得到任何所谓进一步的成型的机会 不过国民党发言人简汉生 当然是时何否认 不是说国民党今天在批判他 而是民众不认同这个事情 民众能不能认同的确是最大的问题 这场朝野三党共同演出的统独大辩论 似乎不但没有把问题越辨越明 反倒是在激情的战火中 磨破了所有的答案 忽略了其他的证件 到底民众能不能认同 12月3号你可以用选票告诉他们 各位非常抱歉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宣布 我们今天电脑云的时段非常的短 因为电信局在10点的时候 他准时把这个关机了 所以10点以后的朋友 你就没有办法再打进来 非常可惜 不过我们以后还有机会 所以等一下我们要宣布的票数 是以10点以前的为准 在此特指声明 那么在10点以前呢 我们可以看到主张该笑的朋友是 9021通 该哭的朋友呢 是5152通 那么主张哭笑不得的朋友是 587通 所以今天陈水扁 他的心情应该是 他又笑起来 不过陈水扁先生 请你不要笑得太大声 以免狂爱这个邻居安宁 OK 明天同一时间9点40 请记得李涛的全民开讲之后 收看孕夫的选举万岁 再会